說話我們來看一下今天應該是最難的啦 瓜哥說難記到底也還好 只是說你以後變成要多學個東西 因為Excel的函數跟VBA的函數其實是不相通的 所以如果當然可以的話 你可以盡可能多了解VBA裡面的函數 那你也可以在思考說 怎麼樣把Excel裡面做的公司轉換成VBA 那以後很多事情就變成可以有兩種解決方案了 當然你不見得一定只能用VBA啦 我是覺得簡單的事情 比如那個很單純的事情 用函數敲一敲OK解決就好了 但是複雜的事情你就不能用一堆函數啦 因為一堆函數你會不然串在一起很複雜 每次都要再重複的話也不方便 所以如果簡單的事情用函數 複雜的事情或者重複大量重複的事情 那你還是非得要交給像VBA的這種程式來解決 這個當然就是有點像是交通工具一樣 附近你用走路就好了 你沒事總不可能你要搭高鐵 高鐵也沒辦法吧對不對 或者是搭火車 那近距離當然你或者騎個U-bu也可以解決 這類似同樣的道理啦 那我們如果要寫一個這個按鈕 所以第一步啦 你還是一樣在這邊加一個SUB 反正這個有點像一個對應關於 一個SUB就等於一個按鈕 那上面的名稱的話呢 就指的是SUB名稱 我自己的個人習慣這樣比較簡單 所以我們要一個SUB 所以你在底下我就拿上面這個Core 叫SUB就是這個名稱 按鍵這個就可以了 頭尾就幫我產生了 接下來的話我要想要知道 在VBA裡面有沒有哪個函數 可以拿來做尋找 其實很簡單啦 你甚至可以 假設你不知道的話 有一個方法 就Google查一下 應該就有了 關鍵是查什麼 VBA尋找自傳函數 那它會得到的結果 好像有兩個吧 一個是INSTR這個函數 另外有一個用Range Range.fine 兩個都可以 但這個地方哪個好 看起來我自己個人比較習慣用這個 這個要尋找函數 那它的做法其實跟FINE很像 反正就給兩個參數 只是說那個兩個參數跟FINE 不一樣的地方是 FINE是先給錢瓜阿弧 再去哪個儲存格找 那INSTR剛好顛倒 他是先跟他講哪個儲存格 再跟他講要找什麼符號 所以兩個顛倒一下就OK了 那如果用這個來做的話 當然還有一點 你想說老師 這個Excel函數就夠多了 那VBA函數要怎麼理解 或者怎麼學習 我跟各位講 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你在這邊打一個VBA VBA它會等於把它當一個物件 VBA的大物件 你點下去之後 它就會出現VBA裡面所有的函數的列表 其中你打一個INSTR 這邊就會出現 INSTR 你說老師 那是不是還有別的函數 我想要多知道怎麼辦 教各位一招 你把 比如說打上這個 你如果要看完整的說明的話 它那一鍵有一個 它的電子的說明書 你只要按F1 不過我們電腦好像有方旋鍵 所以要按一個方旋鍵加F1 然後會跳一個說明 你會發現這邊就跟你講說 這個INSTR 函數它是做什麼用途 然後它的語法應該怎麼下 大概怎麼設定 傳回什麼東西 相關的註解或範例這邊都有 當然如果你想要知道說 VBA裡面還有哪一些函數可以用的話 那其實上面都有 你會發現 最上面這邊有一個叫函式 點下去 其實函式有函數 就是VBA裡面有函數 那你會發現 這邊就會有個概觀 然後有一些說明出來 比如說把它分類成 在以色列裡面也有分類吧 有沒有 它會分類像 轉換函式是這些 數學 還有什麼其他等等的 那一須應該放文字 不知道它沒有分文字類 那如果你想要學習的話 可能最不花錢 或者是不花的方式 像我的習慣是 上面有的 我就做一些筆記 那我也一樣把它點進去看一下 有哪一些可以用到 將來如果遇到什麼問題 那我就知道 原來在這裡面可以用到哪個函數 可以解決什麼樣的問題 不過這個可能還是要累積 跟各位說一下 好那接下來回到我們這個問題 如果我要用E3來解決問題 該怎麼做 第一個一樣 VBA點E3 然後跟5很像 但是是顛倒的 所以跟它講說 你一樣是針對B3這個地方 所以我就是跟它講說 你去A3裡面幫我找 但是你跟它講A3的話 你不能直接就是 像我們那個函數一樣 直接點A3 而是要跟它講 哪個儲存格 OK Sales 有沒有 然後A3的話 第三列的A欄 所以你這邊可以敲 你看 A3 那找什麼 所以跟5剛好顛倒 先去那個儲存格 A3裡面找 找什麼呢 找錢瓜糊 OK 這樣就完成了 那可是問題找到的東西 要存在哪裡 特別注意 VBA多了一個變數可以用 所以你可以在前面加一個A好了 A等於 A等於 幫我找到這一個 A3裡面前瓜糊的位置 所以 所以裡面得到的 它會是多少 它會是3 得到3 找3 跟飯一樣 3 那前面A等於的話 就是會把3放在A裡面 也就是多一個變數可以存 我們找到的位置 同樣的道理 那如果我需要一個後瓜糊的話 那我是不是可以把這個 複製一下 然後呢 貼到底下 改兩個 第一個變數名稱 不要叫A 叫B好了 B的話就後瓜糊的位置 所以我就是 B等於後瓜糊的位置 那我有前瓜糊跟後瓜糊的位置 那我不就可以把資料切開來了嗎 對沒錯 所以你就跟它講說 那我要把結果切到這邊來 我這邊先清掉 那怎麼切過來呢 就是跟它講 你要切開來的位置 在這個儲存 這個儲存格就是Sales第三列的B欄 所以一樣 第三列的B欄 有沒有 先放前面 也就是我要輸出的 先寫 等於什麼呢 切開來的結果 切開來的結果 切開來的結果就是一樣 在VBA裡面有MID 名稱一樣 MID前瓜糊 他這個MID的用法 跟Exel幾乎一模一樣 一樣會問你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請問一下你要切的那個字在哪裡 在A3裡 所以你跟他講說 在A3 我拿這個改好了 在A3裡面呢 你幫我做一個字串的切割 逗點第二個問題 那可是問題你的 哪個字開始 第二個參數跟Exel一樣 那就是前瓜糊的位置加 前瓜糊 因為我們剛剛已經有把它放在A 所以你這邊可以用A 然後加1就可以了 第三個問題呢 Lags 幾個字啊 那一樣的道理 後瓜糊位置是B嘛 前瓜糊位置是A嘛 減掉A 然後會多一個字 再減1 好 後瓜糊 這樣的話呢 那我們就完成第一個動作了 有沒有 就是大家目前只有寫 A3切到B3的這個需求 我們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當然你可以按F8好了 F8是足行 一行這樣跑 你會發現 那你足行之後的話 油標放上去 有沒有得到3 得到9 所以我透過它幫我減完之後 得到結果丟到這裡 所以再來最後一個F3 有沒有看到 結果的話呢 你就可以看到 這三行血環 它就會幫我把結果丟到 有沒有 這個地方 這個就B3 B3指的就是這個儲存格 所以得到的話 一樣是第三屆冠軍的結果 所以你如果把油標放在這上面 你可以看到 它裡面 實際上就是結果 而不會是 剛剛一連串的公式 OK 可是喔 問題來了 如果我希望要處理的 不是只有什麼 不是只有第三列 我希望從第二列 幫我處理到第十列 那大概一樣的道理 我們需要什麼 把這三行怎麼樣 再寫一個回圈就可以了 所以寫回圈一樣 就是 在這三行的外面 先寫一個4i 等於2到10 然後 Enter 底下一樣加個NAS 反正有頭一定要尾就對了 有頭有尾 一般習慣的話 會在4NAS裡面的程式 按Tab 選取就按Tab 它會讓它縮排一下 那這個縮排主要的意思 就是你看會比較清楚 不然的話你不加 不加程式也會跑 只是說你看起來程式 就沒有階層的感覺 因為看得很累 所以我還是建議 這個階層還是稍微加一下 好 那最後要改哪裡 欸 看起來好像應該很容易吧 就是把什麼 把只要是3的地方 改成i就可以了 有沒有 而且喔 這邊不需要像 這個地方 一定要加前後雙名號 串在中間 為什麼 因為像這個3 裡面本來就放數字 它不是放文字 所以不用切 直接把它改成i就可以了 那這個也改成i就可以了 有沒有 然後這個也改成i 這也改成i 四個地方 這樣的話呢 理論上應該就完成啦 可是喔 還有一個地方 你如果把它改完之後嘛 想說老師OK了嗎 執行看看 但是其實會有個地方一定會出錯 你執行看看 你一run 發現會有一個問題 欸 馬上出現這個 你最不喜歡看到的畫面 有沒有 不過跟各位講啦 以後你們會常常看到啦 為什麼 因為你只要程式裡面有錯誤 就會跳這個畫面 所以啦 以後看到這個畫面 千萬不要緊張 因為常常看到 老師 然後就按結束 不對啦 我跟各位講 你如果看到這個畫面喔 請你按一下偵錯 所謂的偵錯 就是呢 他會告訴你說呢 你剛剛寫的程式裡面 哪一行出錯 那你只要把那個錯誤 那個錯誤就bug 把它解掉 那這個程式 將來就正確了 OK 所以喔 以後記得 剛剛這個畫面不要緊張 要很從容的 按下偵錯 OK 這樣的話 你會越寫越有自信 我覺得寫程式 有趣的地方 其實也是在解bug啦 但是 雖然沒有人喜歡解bug 但是如果把一個bug 解出來 哇 你會覺得 哇 好有成就感喔 所以以前很喜歡寫程式 就是 一直會有bug 然後一直可以解 有點像過關一樣 所以後來喔 就不太打程式 不太打遊戲 打遊戲的 那個時間 剛才來寫程式 反正這個 因為你程式寫得好 以後可以對於你未來的工作 滿有幫助 那你遊戲打再好 除非你去比賽 好像 所以我覺得 這可以轉移一下喔 好 那偵錯一下 你可以發現 它告訴你 這個地方出錯 所以特別注意喔 你以後發生錯誤喔 你就要懂得知道說 到底哪裡出錯 那怎麼知道哪裡出錯 其實還有一些技巧 特別注意 它告訴你說這一行錯 可是這一行裡面 裡面有很多變數 實際上是跟上面有關的 所以接下來我教各位 你可以把游標 直接移到變數上面 它會告訴你說 你現在裡面 變數裡面 到底存什麼資料 所以A等於0 B呢 B等於0 跟各位講 E3裡面 假如它有找到 它會告訴你第幾個字 可是如果它找不到 前刮符 或者後刮符 它回來就是0 找不到是0的意思 OK 如果你看到0 那表示是找不到的 那之所以出錯 主要原因應該在這邊 B減掉1 B是0 減掉A也是0 那在減1得到結果 它會顯示等於-1耶 所以MID的第三個參數 如果是負值 長度是負值 那一定出錯 所以錯誤出現在這裡 那為什麼會出錯 其實主要我們上面 是用ifl解掉 但是這邊我們沒有解 可是要怎麼解這個bug呢 其實主要原因是因為 如果它裡面沒有刮符 有沒有 像這個啦 趙大鵬裡面沒刮符 沒刮符 這邊就變成說 沒辦法切割耶 那如果沒有辦法切割的話 理論上我們應該跳過去 就是不做這個敘述 跳過去的意思喔 那如果有刮符 才去做這一行敘述 應該可以同意 就是要不要做這一行敘述 必須根據一個 什麼呢 就是說你這個資料裡面 到底有沒有刮符這件事情 當然你可以只要判斷一個就好了 所以最後我們可以在這一行程式上面 再多寫一個 所以Enter一下 中斷模式其實可以自己再加 加一個邏輯判斷 就是如果 如果 有點像閘門的味道 如果假如那個 什麼情況下呢 是要做下面的 就是當A喔 不能喔 不能喔 不能是不等於 不等於是這樣喔 不能是0的狀況 因為如果是0的話呢 那就表示說沒有刮符 那你說老師那判斷A 要不要判斷B 其實判斷一個就好了 因為理論上 沒有前刮符應該就不會有後刮 假設啦 好 那我們假設寫比較簡單 空一個dent 然後 然後才會做下面的事情 另外一樣它有頭有尾 尾巴請你加在這一行的下面 叫Enter一下 所以頭是If 然後這個是邏輯判斷 什麼邏輯判斷呢 就是當 A不能是0喔 意思是說有刮符啦 因為等於0就是表示找不到刮符的意思 OK 應該可以懂得邏輯 所以A不等於0是一個閘門 有點像是你今天要去搭捷運一樣嘛 你一定要刷Yoga B 門打開 進去了 但是如果你今天沒有刷卡 很抱歉 你是進不去的 OK 你就只能旁邊過去而已 一樣的道理喔 如果你加在這個閘門有沒有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是 一般習慣還把它按個Tab 縮排一下 可是問題是你現在程式已經跑到這一行 那你希望讓這個程式 重新再往上一行的話 幾個方法 要不就是你按停止 重新讓它跑 要不然如果像我啦 我比較偷懶 我不想要讓它重跑 我乾脆怎麼樣 直接把這個程式倒車 我覺得VPA這個地方還滿好的 就是程式讓它往上跑 跑到上一行 也就是先跑到我們這個閘門的位置 讓它試試看 因為現在狀況是A等於0嘛 所以A等於0是沒有刮弧喔 所以喔 它會經過這個閘門的時候會怎麼樣 你會發現按F8 它會跳過去 有沒有 跳過去意思說 因為喔 它那個地方沒有刮弧 所以我就不做這個切割動作 那不做這個切割動作的話 理論上那就不會出錯了 所以再按F8 你會不會再換下一個 那NAS之後的話 那I這個時候就等於第三列了 那第三列的話呢 有沒有 A跟B裡面有沒有刮弧呢 有嗎 所以你看喔 A跟B一定是不 一定呢 它就不會是0了 所以它不等於0嘛 有沒有 這個要不等於0的話 那這個應該為True嘛 微速就可以進來了 OK 有刮弧 你可以 有刷卡 那你可以進來 沒刷卡 那你就跳過 有沒有 進到這邊來 第三屆冠軍就輸出了 就可以看到結果了 OK 這個我剛剛已經 我把它 這個倒車進來了 有沒有 這個就可以F8 那就可以輸出了 然後那再下一個 一樣有嘛 所以下一個一樣 A跟B 一樣是有 有沒有 有刮弧嘛 所以它一樣進來 所以一樣有進來的話 那就一樣輸出 那下一個一樣 所以這邊有輸出 再來黃飛這個沒有 所以沒有的話有沒有 A跟B一樣等於0 所以它等於0了之後 它這個就是等於False了 那False會怎麼樣呢 就跳過了 跳過去 那跳過去就不會出錯了 所以啊 剛剛支水出錯了 主要原因是因為 你既然沒有刮弧 那你就不應該去做切割動作 所以我們在這個地方加個閘門 那也就是說啦 利用這個邏輯判斷 主要的用途 就是有點類似像這個地方的U-False 把它改成類似像這樣 那這個應該也是今天 程式裡面最難的 但是喔 確實將來你們在寫程式 很重要的一環 你要回圈嘛 所以 到底程式能夠幫忙什麼呢 第一個 回圈很厲害 第二個的話 你可以加很多的邏輯 讓那個程式自動去 一邊跑 一邊判斷 有沒有 那它就可以把你要做的動作 通通完成 所以最後把它執行完畢 你會發現執行完 得到的結果就OK了 這個就是我們最後要寫的結果啦 OK 應該可以知道意思吧 所以我剛剛 主要是把這一行外面再包一個if if 什麼條件呢 如果A 它不等於0 的情況下 如果等於0就跳過 如果不等於0 那才執行切割的動作 OK 試一下 這個程式嘛 雲端上其實也有的參考 最後呢 請各位呢 就是把這個程式寫完之後 並且加上三個按鈕 輸出公式 然後這個就輸出我們要的結果 你點點看 上面裡面應該是沒有東西 那好處就是說 如果將來你有大量的輸出 如果公式 那就會變得非常的肥大 而且執行效率不髒 那如果用這個方法的話 就可以比較 減少那個 就是資料量 另外執行效率也會相對比較好 可是 付出的代價就是 程式難度也會相對提高 那我們主要是 把什麼呢 把那個 可能要找一個函數 就因緒函數 用來取代什麼 取代fine函數 因為它兩邊函數不相通 那me的函數呢 因為vba跟excel是一樣的 所以就直接拿來用 OK 那ifl的話呢 我就想辦法 乾脆在這邊設個閘門 如果 什麼條件 then 而且這個if then and if 這個架構是固定的 所以將來如果假設你希望 在你的程式裡面 增加一些邏輯判斷的話 很簡單 if 什麼條件為true的時候 才能做下面的事情 如果不是true的話呢 那就跳開 那這樣好處就是 該做的做 不該做的都不要做 這樣的話 就簡單的 這個概念跟那個 你們搭結運我覺得蠻像的 逼進去 逼 所以true 有沒有 如果沒有逼 或者裡面沒錢 沒錢好像可以 他好像允許一次 一次是付的 如果第二次再逼 那他就會卡住了 然後你可能要去再除值 OK 類似概念 所以if這個東西 就有點像是 你自己在程式裡面 增加一個閘門 當那個A不等於0 的情況下 才能夠去做下面的事情 OK 試試看好不好 這個地方應該是 我們今天最困難的點 當然如果你可以跨過了 我是覺得 將來寫程式就簡單多了 因為未來很多程式裡面 都會有回圈加邏輯判斷 當然你說老師 那邏輯如果也不只一個的話 我要第二個 比如說 我希望除了判斷A之外 還要判斷B 因為除了沒有錢刮虎 應該也 或者是後刮虎的話 那當然你可以 不過可能有時候 程式會變得比較複雜 你可以在這邊中間加一個偶 偶的話是或 A不等於0 或者B也不等於0 也可以 不過 你其實說真的寫這個 好像有時候也有點多餘 因為其實沒有前刮虎 就不會有後刮虎 所以 我的考慮是說 如果可以讓程式少寫 我就盡量不寫 但有同學問到 那你可以把它寫上去 OK 但你千萬 嗯 除了偶而之外 你說老師那我可不可以寫and and是而且 而且 不過理論上應該兩個都可以 因為 如果A等於0 B理論上應該也會等於0 所以這個地方你用 偶而或者and 其實應該 理論上應該都可以 所以啦 我為了說不要讓這個程式太複雜 所以我這個後面的連擊跟交擊 我就沒加了 沒加其實應該程式跑起來 也不至於會出問題 所以請各位先試著把它寫出來 今天的作業 理論上就是先把這個做出來 然後繳交在Model上就OK 那下一次上課的話 我們就要來換另外一個 可能會資料更龐大一點 但是會再以這個架構再延伸出去 只是說資料不是就只有9個 可能會有更多幾千個 這個資料 舉例來說 請你們可以參考一下 在雲端白板上面 這邊就會有一個範例叫做 比如說我希望知道一件事情 跟生活比較關於 我想知道一下台北市的那個 治安好不好 可能有人說我感覺好像不好 可能有人說我感覺好像不好 可能他有的人是有的藍的有的綠的有的白的 還是什麼OK 反正不管 但我如果想說有個客觀的依據的話 那有什麼方式可以得到比較相關客觀的一個答案 其實跟各位講 剛好那個什麼呢 現在流行就是所謂的開放政府 開放政府就是要把政府的資料公開出來 所以你們可以找一下 像這個是做出來的結果 從104年到110年 其實他的歷年的切斷案件 住宅的切斷案件是不斷遞減 從接近一年700件到去年 去年的話是100出頭件 哇那其實成績是相當不錯的 那哪一區治安最差 中山區第一名 哪一區最好 大同區最好 哪一條路最容易失竊 中山北路 而且他是比別的還多很多 別人可能沒那麼多 為什麼中山區的中山北路 你住那邊可能要小心 很容易招小偷 小偷為什麼喜歡拖那邊呢 我也不知道 反正這個 那你說老師我怎麼知道 因為我找開放資料 那因為呢 這個我們政府有開放平台 所以你Google查這個關鍵字 那目前來看 開放資料裡面的開放 第一個當然就是這個網址 data.gov. 那這裡面大概有 我印象中好像五六萬筆的資料吧 那其中你可以找一個 那個跟竊道有關的 比如說我想知道一下竊道相關的 這邊就出現了 第幾個 看住宅 當然這邊有很多啦 有什麼汽車自行車 像有同學好像之前也有腳踏車被偷了 他想知道說 到底台北市的竊道案 自行車哪邊最容易失竊 所以你停那邊要特別小心 有沒有 住宅的話在哪裡 住宅我看 住宅在這裡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就是 台北市政府的那個 這個什麼 警察局喔 刑事警察大隊公佈的 那這邊有個CSV有沒有 其實這裡面的話你把它點下去喔 再打開呢 實際上就是所有的data 這邊打開 有沒有 下載這一個 然後點開來 開啟 開啟之後他會用以色列幫你開 把上面這個叉叉掉了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編號Ctrl向下 Ctrl向下 就可以直接看到總編號是 3525 也就是說呢 他提供給你這個開放資料 是從民國 這個是民國年啦 103年 不過100年代為什麼這一筆啊 因為100年代只有一個竊照嘛 不可能啦 為什麼 那這一筆其實沒什麼意義啦 然後呢 從104年Ctrl向下 到111年的資料 那如果我想知道喔 欸 到底喔 歷年喔 歷年是從104年到110年好了 剛好是柯P從8年前上任 帶他卸任 治安表現如何 那你有時候不能空口說白話 可是如果你想要知道這個答案 什麼答案 就是我們雲端白板上面秀的啦 所以你們回去有時間 可以稍微研究一下 我想要產生第一個圖 104年到110年 給我一個圖 其實一目了然嘛 可是像這樣的表跟這樣的圖怎麼做的 OK 所以這個後續喔 我們 就是會結合前面講過的 其實不外乎就是 如何利用函數 再利用樞紐分析表 再利用樞紐分析圖 如果以後你想要自動畫圖 就聚集錄製 跟VBA 就可以自動產生了 那我就可以答案喔 所以喔 我如果假設我們有三個需求 一個是歷年的竊道案件 給我一個答案 有沒有一看 哇真的是蠻厲害的喔 第二個我想知道說 到底哪一區的竊道案件最多 那告訴我一個比例圖 所以比例的話用圓形圖 表示應該是比較直覺有沒有 一看就知道中山區這麼多 你看 最少的大同區 自然表現還蠻好的 為什麼它的餅很小耶 有沒有一點點而已 OK 然後第三個問題就是 到底哪一條路 或者街或者道 的切斷案件最多 那你要怎麼針對 所以喔 下一次我們就是 要利用這個資料 所以喔 這個資料也是來自於政府 從這個CSV下載 下載完之後呢 我們要透過這個資料 總共三千多筆資料喔 幫我統計出我要的結果 所以啦 你要思考說 他提供給我有 有沒有歷年 可是他只有日期啊 沒有年 所以喔 以後各位有一個概念啦 如果假設沒有那個欄位 你就要把它變出來 所以第一個動作 如果要離歷年對不對 你就這邊要插入一個欄位 叫年就好了 欸 那怎麼樣取得年 對 第二個各區 有沒有區 好像沒區耶 可是這個地址裡面有沒有區 有 你把它抓出來 所以我們可能要先怎麼樣 自己增加 總共有三個問題的三個欄位 區 最後一個問題就是 請你把那個路階道幫我取出來 最後應該比較困難啦 比如說區 區比較簡單 因為區剛好是 第四個字區三個字嘛 因為剛好台北市的區都是三個字 還好沒有四個字的五個字的 不然就麻煩了 但是路階道就不一樣了 廈門街放過來 這個是在哪裡 萬寧街 可是問題喔 你要如何取 路階道 最難的 為什麼 因為它前面那個字 並不是瓜糊 後面那個字 後面那個字固定的 後面那字可能有三種可能性 什麼什麼路 什麼什麼階 什麼什麼道 但是它前面那個字呢 有沒有規則性 如果有你把它抓出來 好像前面可能是區 也可能是里 還有沒有別的 這個有可能 這個是什麼 零 所以啦其實歸納起來 應該也有三個可能 要不就零 要不然就里 要不然就區 不然如果你實在 沒辦法把公司做出來 那你就悲劇了 為什麼 你要把這個 什麼什麼拿到這邊來的話 那你也只能點兩下 Ctrl C Ctrl V 那如果三千多筆耶 而且這個資料常常會更新耶 那你又更新又再來一次嗎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懂了 會用一些方法 那事情簡單了 但不會的話 真的就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這三千多筆還算少的耶 那更多的 OK 好啦所以請各位先 把今天的作業完成 然後再試試看 下一個禮拜要做的練習 OK 那當然不是只有這個資料 其實你看那個政府的開放資料 其實有非常多 非常非常多耶